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都是从心而行 从心就是怂嘛 就是我要看这个国家下一步的动作 我得配合国家行动 对吧 我一发现呢 国家最高检察院已经重视了 而且现在这个公安部门已经自检了 就说那几个警察确实已经审查他们了 有问题 这咱们就更胆壮了 是吧 审查不表示有问题 通常你又更稳定 稳当 就是等他判 警察也判 警察确定有问题 审查是看看你有没有问题了 假如不审查 那就表示法院有问题了 我说检查单位有问题 你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在我们内地人看起来 审查就已经有问题了 我们会闻这个风向 这就必有问题 就说这个这个 你没有问题审查你什么呢 你不审查怎么知道他 等到你判了最后就没人关心这个事情 也不用讲了 真的很奇怪 因为假如从香港来看 假如去侦办的单位 只是查一边 不查警察的问题呢 那就完全欠缺了 再怎么样审出来呢 都没有人相信 因为你偏听嘛 只听一边嘛 所以审查可能审了之后 审了半年三个月 就说警察那边没问题 是你这边假放有问题 不是以防有问题 但是家规这个法治观念 真是也提醒我们 我觉得一方面是提醒公检法 一方面是提醒这个媒体 一方面是提醒 以为自己有社会责任感的这些个网友 我觉得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 那天我们还聊这个 最近那个拍卖创了一个记录 就是日本腾田美术馆 南宋一个叫陈戎的画家 画龙笛 就是画的六龙图 在纽约嘛 拍出了将近三个亿的人民币 我拿这个借机给大家欣赏一下 你看 这就是陈戎画的六龙图的这个截图 你看啊 中国人的龙 有句话叫什么 神龙见首 不见尾 不见尾 你发现没有 这个见首不见尾啊 我甚至认为是我们的一种这个文化性格 从来咱们啊就是经常就是顾头不顾定 然后呢 有头没尾 多少起引起公愤的大案 咱就说国家重视了 去查了 啊 大家就忘记了 这个事情最后最后改没改 最后到底真相如何 似乎呢 媒体也没那么大张旗鼓报道了 我们呢也就又有新的事情需要去关心了 你看就连咱们盖个楼最后都是烂屁股烂尾 我们把脸把头总是弄弄弄的很大 因为我感觉这个秩序放臭了 因为假如你刚提到法治啊 法治其中两点重要 第一个是侦查不公开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查甲方跟乙方 这个过程我不会公开的 因为一公开呢 这会引起很多误会 那侦查不公开 那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审判要公开 所有审判一定要公开 存照甲方 存照乙方 而且媒体一定要报道 一定要在场啊 它不一定报道 所以香港的传媒呢 蛮好玩的 在台湾跟内地好像没有 香港传媒呢 每一个报社啊 一定有一种记者 固定的配额是什么呢 叫法庭记者 你每天的工作没有别的 这是准时九点去法院报道 坐在那边看每一个重要的审判 看记录 还要看听那材料给读者报道 所以说侦查不公开 审讯要公开 当然你要还要加一条在香港 叫做案件不能评论 你是不能评论的 你评论是藐视法庭的 马上告你 比方说我们这样评论完了 在假如是在香港审判啊 你我们要去很可能坐牢的 所以你们香港律师就去评论 我们内地的案子 为什么家辉在这儿 我觉得也有意思 就有时候我们在香港啊 这个隔岸关火啊 其实两地的这个司法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会有一些 我觉得我们也跟他们内地媒体相比啊 就有一个特别不同的一个感受 你比如说啊 这个事要是在香港 比如说啊 有一个香港律师 还专门发了香港张元宏律师啊 就发就是整个这个如母刺人刺刺人案 这个案子 如果诸多细节 假如这个案子发生在香港 按照香港法律 因为香港律师讲 我给你随便讲两条 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第一 放高利贷在香港构成犯罪吗 啊 然后他说 根据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 就是香港的啊 就是任何人以超过年息 60%的实际贷款利率 贷出款项 急属犯罪 在香港就是俗称的放贵利 或者叫大耳窿 就是犯法 最高判罚 罚款10万 入狱两年 而且放高利贷在香港 是刑事责任 不是民事问题 你对照一下 内地的话是超过35%不算数 36 36以内还算是保护的 保护的 36以上就不算数 但是没说是犯法犯罪 只是说是民事纠纷 然后那个讨债人呢 就说在债务人办公室门口吃烧烤 犯罪不犯罪 你看那个香港就说 就说那个在香港呢 如果行为轻就构成民事缠绕或者滋扰 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如果时间较长 性质严重 可以向法院申请禁制令 如果这个讨债人违背禁制令 就可以以藐视法庭追究责任 所以说这些人烧烤喝酒在公司门口 在香港很可能已经触犯公安条例中的 公众地方扰乱秩序行为 罚款5000 一经定罪罚款5000 监禁12个月 然后呢 至于讨债人 拉来砖头木柴和大锅 在这个苏银霞公司里头 累造烧水的这个行为 这在咱水不凉山的地方看来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在香港很可能触犯入屋犯法罪 触犯盗窃罪条例第十一条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进入建筑物啊 未必一定涉及使用武力 没有允许进入人家的建筑物啊 或者通过没有关上的门窗 进入人家的建筑物 都算叫非法入侵啊 而且罚的很重 入屋犯法罪 一经定罪判求14年 最高判求14年 这个罚的很重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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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律啊 这家伙然后呢 他其实是普通法 对 他是一个普通法下面的公安条例 然后呢 这个讨债人把烟灰谈在苏女士的胸口 在香港很可能触犯什么呢 普通袭击罪啊 最高可监禁一年 然后呢 抽耳光把鞋子这个 五嘴都涉嫌侵害人身罪条例 就在当中的普通袭击罪行 然后呢 手机不把黄色录像 这咱们说挺好的 是吧 但是根据香港的法律 根据检疫程序治罪条例 第二十条 任何人如果透过电报电话 或者无线电报 发出令人厌恶的讯息 或者任何不雅信息 均属犯罪 一经定罪可被罚款一千元 和监禁两个月 然后呢 脱下裤子 这是细肉了 脱下裤子的这个行为 不要说这个 在香港 如果在家中裸露身体 被邻居从门窗看见 你在你自己家露 不要说在苏女士面前露 你在你自己家脱光了裤子 你要是没关窗帘 被邻居在街道上 我看见了 对吧 便有可能触犯 猥亵暴露身体的罪行 就是说 任何人没有合法的解释 在公众地方或者公众可见的情况下 猥亵暴露他身体的任何部分 急属犯罪 一经定罪 最高罚款一千元 监禁六个月 你叫 这玩意 还有 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警察接警后离开的行为 好 警察说了一句 要账可以 对吧 动手打人不行 扭头就走 本案如果在香港发生 警察接警之后 定会按照情况 需要决定 把双方当事人拉到警局处理 定会根据情况立案做笔录 发现情况严重 会立即拘捕 这个拘捕 拘捕讨债人 如果不严重 不构成形式检控标准 也要告知当事人 本案应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处理 这个 对了 这个刺死如母者的行为 是不是正当防卫呢 好 在香港 有一次 法官 梁大荣法官 在引导陪审团判断 是否是自卫和合法自卫时 曾经这样写过一段话 在法律上 一个人 如果被他人非法禁锢 或者真诚的相信 自己被非法禁锢了 是可以使用合理武力 去保护自身安全的 这正是陪审团 本案你们需要考虑的是 而为了方便引导你们 我建议把该行为定义为自卫 这是香港的一个判例 你们我稍稍补充一下 因为最后关键的部分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要件的 比方说我自卫的时候 第一个 我是不是用同样比例的暴力 你不能说我觉得你来骂我 涂个口水 我拿个棍子打你 那就是不合理 防备过当 对 然后第二个要件是说 是不是确定 在我当时的情况 我判断 没有其他方法 我不能骂你 骂你也不走 我骂你娘也不走 我骂你疤你也不走 那我没有其他方法了 而且我要保护自己 要件是说没有其他可以的方法 来保护自己 其实这个扩大来说 等于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 所谓just war 正义的战争 就是说你有没有其他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国家 在军事冲突以前 一定有这句对白的 我问你 你要说香港这个也不见得多文明 咱们在香港经常听说的是 帮人讨债的那个江湖人物 泼红油 泼红油漆 泼粪粪粪粪 那这个到最后 有起诉的法院 有有有有 抓了 他犯黑社会吗 有有黑社会 而且那你很难讲 是不是黑社会 通常他们判上判 香港商业社会运作 我家就被喷过红油 可是人钱多 那是找错门 找错门 然后 因为香港很讨厌 比方说我跟大银行借钱 以为很正常 我欠你钱 顶多是说你告我 我说我宣布破产 不是 现在大银行 非常正规的国际的垮国的银行 我欠你钱不还 信用卡 你把我的账委托给那些公司 民间的公司来收 那些民间公司你是正派 它是黑社会 你把账委托他 甚至卖断给他 那现在等于你是我的债主 对啊 那我他就管不到你了 所以我当初以为说 我跟那个大银行 正派银行借钱 没有问题 结果最后还是被泼油 因为他会把转手 他泼完你门上泼油机 你能告他吗 可以啊 报警啊 就抓了 抓了 就会抓 会抓 会告 那为什么现在还有泼的呢 那因为黑社会死不完 抓完一个还是会放出来 香香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徐老师还没聊过这事 这一道统出三个大问题 在我看来都是巨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高利贷 你看一对比之下 你香港那个普通法 对高利贷是犯罪的 内地呢没有把它作为刑事的犯罪 这个就差别很大 这个差别太大了 你现在中国有多多少少的高利贷 你看他只是说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理论上你欠了这个债 你看他那个发放高利贷的集团 他没有实际上没有在犯法 那客观上 这个是经济纠纷对吧 但客观上等于在帮着 发放高利贷的集团 就客观上 你看因为你要以香港这个法来说 你放了高利贷 你超过那么多 你就是犯法 他就有所顾忌啊 这是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我相信 普遍存在 只是这一刀把它捅到了大家的眼前了 那么与此相关 收高利贷 要靠什么 靠黑社会 对不对 因为我还不犯法 那我正常途径我拿不到 那我怎么办 那么第二个有个大问题的 就是所谓警察不作为的问题 对警察不作为 现在你看人民名义里面都讲 如果是经济纠纷 警方不参与 你看后来以我看到微博上都有人说 经济纠纷 他们警察都接到命令的 就如果双方是为了经济利益发生纠纷 我们不能介入 你看所以警察跑去也是 以这么个态度你们就不要打人 你们讨债好像没问题 你看第一他纵容了黑社会党的作为 第二他把所有前面这些可以犯罪的事情都不认为是犯罪 你煮东西啊 你打人啊 你塞鞋啊 你放黄色录像 他认为你是经济纠纷 一句话把你解决 客观上帮谁呢 帮当地的有势力的人 客观上 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个就是国骂 这个事情全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注意 就是乳母 乳母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大 中国人骂人骂什么 你想想看 所有的人在骂什么 北方的人 太骂 问候老母了 这跟 我常常跟香港很多的学生 他们有港独倾向的人 我说 我说你港独港独 你说你跟中国人是两个民族 你骂人怎么骂的 一骂跟北方话一样 人家 你说英国人骂人家 F打头啊 F你 不会到你妈的身上 说明我们是个慎中追远的民族 不是 你说明我们 这个集体无意识文化积淀里 认为这是最大的耻辱 骂人的目的 不是说真的要跟你妈怎么样 而是说 这个是你最大的耻辱 我们天天在嘴上操练 这个人身体力行 所以引起了全国这么大的一个一个名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上次我们聊过一回 侧重于讲的是经济高利贷这方面 但是其实啊 我还有一个想讲的一个角度 就是徐老师这说的 就是 法律问题是专业 不是我们能探讨的 但是我感觉到在中国的司法乃至于行政 包括这个正当防卫啊 怎么样算侵害啊 等等当中啊 背后有我们的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就是这个民族文化当中啊 一直到今天呢 不重视人的尊严 就是我们你看相比之下 很多时候我们重视肉体的生命 就是你威胁了我肉体的生命了 这个法律上好像挺明白 但是呢 关于精神的生命 人的精神生命 比如说我们跟西方的这个司法相比 你会发现啊 在精神损害这个赔偿额上 中国到今天为止啊 第一个可怜呢 这就说明在我们的人心里 您这个人的尊严 你精神受的伤害 你精神上受的侮辱 价值几何呀 所以我就甚至我就想的更远 你比如包括咱们说 界定死亡 我们前一段不也谈吗 什么安乐死啊 尊严死啊 你看我们往往还都是倾向于 这个肉体生命 哎 这个人精神 咱们似乎 甚至我就讲 有些你们作家 过去鲁迅最爱写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民族啊 对吧 历史上有一些人是肉体给阉割了 我们河北话讲就是善了嘛 是吧 但是更多的人呢 是精神上给善了 对 所以从老子就预言嘛 这个上善若水嘛 你看我们做人做的 如水一般 还从心所欲 对 从心所欲 上善 所以我就说你看 我们这个这个 你有没有想到 其实这不光是一个法官 不光是一个警察的问题 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 我们这个文明形态当中 现在就是不拿人的尊严 不拿人的自尊心当回事 连父母都不拿孩子的自尊心当回事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 在我们这个强调这个孝 强调 祖宗这么一个中国文化里边 这种如母的事情 就等于伊斯兰教里边 你烧可兰经啊 你侮辱这个 这个穆罕默德啊 或者说你圣经啊 你对耶稣啊 其实他是一个 母亲这种感情啊 这是我们的宗教啊 这个法官完全没想到 这么一条 这是侮辱中国的宗教 侮辱人家母亲当然不好 其实侮辱谁都不好嘛 侮辱你兄弟姐妹不好 还是不一样 我先说 等一下回来说 我同意你的结论 我不同意你的推论 那个说 陆母的 骂人家的妈妈 我们看起来是说 我们很生气 因为你骂了我妈妈 然后 可是背后可能有另外一种 同时发生的情绪是什么 我先说 我们为什么要说 我要什么你妈妈 我要跟你妈妈发生行为 OK 升级器官连结 OK 其实的意思是说 我当你爸 你懂我意思吗 我跟你妈上了床了 等于是说我是你爸 甚至隐含 其实我是你爸 其实这个呢 放回父权主义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方面是很心疼 我们妈妈 被人家这样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说 我们还是回到自己 我不喜欢你当我爸 你这样威胁到 我的父权心态 你知道吗 怎么你骂我妈的时候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 你当了我的老子 其实是挑战了 威胁了我们中国人 或者说很多文明都有了 父权心态 所以到底是真的疼爱妈妈 还是其实不喜欢人家当我爸 把权力压下来 这个乳母的另外一面 就是杀父 是父 就是师父 中国人的这个三种是 他们以前古人就说过 一个是亡国 一个是杀父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婆 被人强占 这三个是不能忍的 这个这个民国的时候 师见翘 因为那个那个军阀 杀他的父亲 后来他就去报仇 隔多少年报仇 抓起来以后 很多的民国人士写信 求最后就清罪 释放 其实最多最多是防卫过当 最多最多也可以来讲 不过我还想 你刚才讲那点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说这个 这个精神上的这个伤害 我很小的时候 我有一点想不懂 就是看布告 杀人 枪毙 强奸 枪毙 我小时候不懂这条 我就是问我的哥哥 问大人 我说为什么这个强奸要跟杀人一样重呢 比方杀人 我中间的这个罪应该 比方这个是枪毙 那个二十年就行了 为什么这个也要枪毙 那我哥哥当时给我解释 我那个小孩嘛 他说你不知道 你这个强奸这个事情 你不仅是现在伤害了他的身体 你可能毁了他的一生 就是你带给他的创伤 可能毁了一生 所以他形同于杀掉一个人 所以判刑 全世界的共识 强奸判的那么重 而且这个强奸 其实现在广义 这个不仅是指 我们正式的讲的 你进入身体什么什么 如果客观情况下 你一个男的 你在个楼梯角落 你把个女的逼到一个绝境手 你就像他里边 我不知道他那个 当然现在也有争议 说他这个行为 反正就按照判决书里讲的吧 他就是脱了裤子 在这个他母亲面前 展露了生殖器 我们可以听到这里 但是另外一个说 说他摩擦他的脸 那个好像是报道当中说的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事实 但假如像他说的那样 你在一个 我们现在讲 就是两个人 就半夜在一个楼梯上 一个男的 如果做这样的行为的话 那女的这样可以 控他强奸为谁 对不对 这个事情本身 所以他判他 不仅是个侮辱的问题 我觉得法官这两个问题 第一 他没有这个 中华民族的 这个基本的常识 就是这个乳母 这个东西 促进我们民族的情义核心 他不明白 第二个 按说山东人 尤其不能不明白 我们是恐梦之相 我也是山东族情 我们恐梦之相 是最重视这个东西的 最善意的来讲 他们现在太急于 照搬法治的观念 不要用感情的因素 我们按理性来判断 那理性来判断 前面 有没有别的罪来定他呢 他这个是不是一种性侵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加辉 你刚才说不同意我的推论 你的高见呢 因为我同意说可能在当代 对于人的尊严这个没有看得很重 甚至轻视 可是你刚才说什么中国民族的基因 性格 这个我一直怀疑的 因为我一直对于所谓民族性格 有非常保留 我还是相信制度 制度的改变 还有生活的经验的养成 我经常有点冒犯夸张的说 假如你在一个地方里面 从小 从你进幼儿院到小学到中学长大 基本上没有被尊重过的 你成长以后 当然不会尊重别人的尊严 假如你从幼儿院 可能看到每天看电视 或说在学校在家里在你的社区 看到乱七八糟的权力的权力的扭曲 看到人家一个人对于别人的羞辱 控制剥削 你长大怎么可能有尊严两个字呢 没有的 长大之后你基本上会做几件事 第一个 你把心中那个路火发泄在陌生人身上 发泄在比你第一的 第二这是第二个 要么陌生人 就是我 你不是我兄弟姐妹朋友 所以我对你如此的冷漠 如此的 不仁慈 不包容 要么就像徐老师说 对于比我低 比我弱的人 甚至我得理不了人 我经常从这个角度来看 网络上面的痛骂 有时候是看到一些人很糟糕的 可是你就找了根本 找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 来骂那个人 甚至交换人家来打他杀他 我觉得这跟你成长能力 根本没有被尊重 我觉得你们说的一些不矛盾 他讲的是现在的情况 但这个现在情况怎么形成呢 鲁迅就讲过 过去一千年 大部分的时间被一族统治 一个人是这样形成的 民族也是这样形成的 就是从小看到屈辱 对上边是羊 对下边就是狼 对 很多人都這種人 都在做梁连